好的 那接下来呢 我们要揭晓的是最佳女配角奖的归属 那两位颁奖嘉宾 一位是来自中国台湾地区的影视演员和歌手 何润东 另一位呢是出演了热门美剧 吸血鬼日记中的美国演员 迈克尔特维诺 让我们掌声欢迎他们 大家晚上好 我是何润东 Yo what up Hey Peter how are you How are you Nice to meet you What's your song Wan Changhao Woshi Michael Trevino 不错 会讲中文的狼人 然后其实介绍一下 Mike呢他在七七个日记里面呢 是演一个非常凶猛的一只狼人 I was just telling them in Vampire Diaries You play a very intimidating werewolf Don't bite me man Oh righ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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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Well don't be afraid Don't be afraid You know I ended up coming back as a human in that season And so I wouldn't do anything to embarrass you Especially here All right 他说他第五季的时候已经变回人了 对所以他不会咬我 但我想高尔特其实在我们中文 也有一个非常有名的一个狼人 对很凶猛的 这里有一道疤 大家应该知道吧 叫灰太狼 What are you talking about 应该上次找他来演这个角色嘛 对灰太狼 I'm just telling them Next time you come to China I can play this other werewolf Oh there's another one Yeah灰太狼 Wait what's his name 灰太狼 灰太狼 Yeah灰太狼 灰太狼 No? Is that good? Yeah that's good OK that's good enough I like it Let's get back to business OK 好我们来看一下 最佳女配角的得奖是 你来念 明月圈 刘涛 恭喜 恭喜刘涛 明月圈的评语是 以清新脱俗的演技突破性的爆发力 把角色塑造得生动饱满 祝贺刘涛 好 谢谢我们两位班奖嘉宾 谢谢 再次祝贺刘涛 我觉得过去一年来 对于刘涛 事业是一个井喷之年 从这个芈月传 狼羊榜 还有欢乐颂 你有没有想过 为什么过去的一年 会处在一个井喷机 是不是 演员这个行业也是像 这个老九一样 虽然 他需要岁月的这个历练 陈锋 激烈 是的 其实我入行都已经16年了 终于迎来了这15年的井喷气 也是不容易的 也是非常不容易的 非常感谢白玉兰奖 给我这样一个荣誉 其实 刚才我跟莉莉 我们俩都说好紧张 好紧张 很感谢 首先要感谢小龙导演 当初那么坚定的把一个戏份那么重 和我差距那么大的一个角色交给我来挑战 也很感谢小平姐能够写出这么一个癫狂的角色 其实任何演员得到这个角色都是一个天大的福气 这个福气能到我头上 我真的 真的是很开心很开心 也谢谢制片人 谢谢曹平姐和敦总 谢谢所有喜欢《芈乐传》的人 而且特别要感谢的就是我非常非常爱的一个女演员孙丽 因为现在再回想起那段时间我们互相给予和激励对方的那个时光还真的蛮感动的 那我们刚才说啊这个一个演员的成功需要很多的这个因素 其中有一个重要的一个因素呢 一个气场就是当你在表演的时候跟你合作的这个演员跟你这个气场是不是对 一个好的合作者你们会形成一个整体 你们就像打太极一样 你来我往水乳交融 有两部戏的这个你的对手都在我们的现场 一位就是孙丽还有胡歌 来说一下这两位对手 在你们合作的时候 他们俩给你过什么样的这种能量 孙丽其实她是有强大气场的一个女孩 是我非常敬佩的 而且我好爱看她演戏 特别在现场看她演哭戏的时候 就自己都跟着哭得稀里哗啦的 就是好崇拜好爱的一个女人 那胡歌其实是我把她 就是我对她的一个角色 所有的东西都放在心里 我觉得相互懂就好了吧 所以我看出这个两人在你心目当中的这个区别 孙丽全部倾囊而出 对于胡歌一切放在心里 好的谢谢 再次祝贺 而且两位女演员已经在现场上演哭戏了 好的 再次掌声送给刘涛 谢谢 恭喜 好的 接下来呢我们要揭晓的是最佳女主角奖的归属 两位颁奖嘉宾 一位是本届白玉兰奖的评委 中国香港影视演员刘凯辉 另一位是既摘得过白玉兰事后又担任过白玉兰奖委会主席的中国知名影视演员蒋文丽 很清楚 我听说你最近在拍一个特别棒的戏 是什么戏啊 转角之列 凯薇 好期待 你这次是评委啊 是的 是第一次做评委吗 很惭愧是的 那有什么感想啊 我觉得当演员舒服多了 那最难评的是哪一个奖项 当然是最佳女主角 为什么呀 反正我觉得最让我头疼的就是这个奖项 那你觉得什么样的女演员有可能会得最佳女主角呢 我觉得嘛 必须得像文丽老师一样 她那么有实力 又那么有气场的女演员 这肯定是最佳女主角的最佳人选 我不知道该怎么说了 我们来看提名名单 贾老师你 有没有什么想法 凯薇你是评委 给大家透露一下哪位是得奖者吗 不如你来透露吧 你来介绍 我们来看最佳女主角 孙力 恭喜 恭喜 恭喜孙力 评委会的评语是 演员充满激情又不露痕迹 完成了军王霸气和女人鲜柔多层次的转换 把一个经典的历史人物演绎得精准到位 好 让我们把掌声送给孙力 我们请孙力上台领奖 好 谢谢两位班奖嘉宾 先说两句题外话 我想问一下孙力 当你从家里出来 来到我们这参加今天的颁奖典礼 你们家儿子等等 对你有什么嘱咐 等等可能听家里人说了 我要来晚回 但是他不知道是个评奖 他以为是一台演出 他说妈妈加油你好好表演 但他走之前还给我做了个大历史状 说妈妈你要强壮 所以我也不太明白强壮是什么意思 这个孙力今天是已经是二度丰厚 那么前年呢 他是以辣妈正传 获得了这个白玉兰奖的这个事后的荣誉 那会儿呢也正怀着这个妹妹呢 是这个邓超呢 带你来领取了这份殊荣 那天他带你发表了这个感想 你对他这个感想词满意不满意 其实那时候我是刚刚生完妹妹一个月 还在坐月子 所以我先生邓超帮我来领奖 那时候因为在照顾小孩 其实我到现在都不知道他说的是什么 这个已经是二度丰厚 说明了孙力跟白玉兰奖有着这种不解之缘 是不是觉得冥冥之中跟这个城市的文化 跟这个城市的电视的发展 跟这个奖项 有着那么一种亲切感 有着那么一种内在的年龄 其实我是上海人 然后白玉兰对上海人一定不会陌生 我刚坐台下的时候我在想 其实我第一次触摸到白玉兰奖 奖杯的时候 我记得是我初中的时候 那时候我还是一名舞蹈演员 然后我的工作是作为司仪 把奖杯送到颁奖嘉宾的手上 对 但今天我很开心 我是一名演员 然后我今天拿到的奖杯 这个奖杯是属于我的 然后 我想说是 如果从小是我自己选择了舞蹈 那很感谢表演 今天选择了我 然后因为进入表演这个行业 可以让一个平凡的自己 拥有一个更五彩的生活 然后 下面我要感谢一下 我很感谢的人 谢谢导演 谢谢编剧 谢谢制片方 然后特别要谢谢导演 从甄嬛到敏玥 一次次把 那么好的角色交到我手上 希望我没有辜负你 然后也谢谢我的团队 谢谢我的公司 然后谢谢我的观众 一直以来对我的支持 谢谢 其实历史有很多 冥冥之中的这个巧合 孙莉你要知道 你今天手里拿的这个奖杯 事实上 就是你当你才十几岁的时候 在舞台上做一个司仪 一个舞蹈演员 送出去的那个奖杯 然后兜兜转转 二十年又回到了你的手上 这个二十年 其实你为自己的事业 你为了艺术的创作 奉献了很多的 全心全力 那小龙导演曾经跟我说 整个剧组当中 孙莉是最用功的 对吗 所以你们每一次剧组的聚会 他基本不参加 即使来的话 点个锚 而且他那时候拍蜜月的时候 刚生完女儿 孩子很小 在远在这个坝上拍戏 那是一个非常艰苦的一个过程 胎友崩溃的时候 你能不能告诉我们 我们看到一个演员 光鲜的这个一面 你为这个角色 为这个戏 所付出的 一个最艰辛的这个劳动 是什么 有没有那时候觉得 差点就碰溃 说到这儿 我觉得我忘记感谢我的家人 因为我拍蜜月的时候 我妹妹才四个月大 其实对一个母亲来讲 要跨出这个决定 然后女儿那么小 就要去拍一个那么长时间的戏 其实是很难去做这个决定的 但是因为太爱这个角色 太爱这个剧 所以毅然做出这个决定 对 就这样 我可以给大家 这个小小透露一点 在整个拍蜜月传的 长达半年多的这个时间里 她谢绝了所有的 一切的商业活动 在整个拍摄的过程当中 女儿那么小 儿子那么小 她只让女儿来过剧组一次 她也只有从剧组回到家里 看过女儿一次 我想一个演员的成功 她的背后 她对艺术的这个执着 是我们应该驾许的 所以我每一个朋友们 都应该为孙力今天 所获得的这个奖项 这份荣誉 再次掌声响起 祝贺孙力 好 那么接下来呢 我们就将为大家揭晓 今晚最后 也是最大的一个悬念了 那就是最佳电视剧奖的归属 两位班长嘉宾 都是为中国电视剧的发展 做出过重要贡献的电视艺术家 一位呢是本届白玉兰奖的电视剧单元 评委会主席张国立先生 那另一位呢是著名的表演艺术家 西美娟女士 掌声有请 大家好 我又上来了 不过这次我是陪着我 戏里的老婆上来的 我很开心 大家好 我是西美娟 那么今天和国立一起颁这个这么重要的奖 觉得很亲切 我和国立实际上认识都快将近三十年了 我们都是从舞台走向了迎频 那么看着中国电视剧发展到今天 特别特别的欣慰 今天这个奖有十个提名 那么多好剧在一起 你作为主席难评吗 哎呦媳妇这事我给你汇报一下 太难了 你知道吗 每次你说咱要扮演一个说领奖的呀 失忆的呀鼓掌的呀 这次不是 这次要扮演一个评奖的 从来没干过这活 所以对我和我们这一届评委会来说 我刚才说了 就是一次学习和取舍的过程 非常非常艰难 因为这十部电视剧 长篇电视剧 对我们2016年这个电视产业来说 都是佼佼者 都是非常非常好的电视艺术精品 所以要在这艺术精品里头 选出一部来 那真是难为我了 辛苦了 我想给你打电话 他们组委会不让 好 那么接下来我们看一下大屏幕 十步入围的 好 请看大屏幕 好 看花落谁家啊 《闽月传》 有请《闽月传》剧组上台领奖 评委会的评语是 以一个女人的命运起伏 深刻诠释了大秦从纷争 遭向统一的悲壮历史 本剧制作精良 独具匠心 追求历史质感 气势归宏 在本届众多的优秀剧目中 脱颖而出 恭喜 恭喜《闽月传》 好 在这里呢 我们请小龙导演作为剧组的代表 发表感言 《闽月传》 非常高兴 能拿到这个奖 这个奖在我心里 分量非常重 《闽月传》播出去年 播出的时候收视率 两台加起来破八 点击率200多个亿 说明什么 说明广大观众热爱这个片子 今天我们获得这个奖 说明专家和业内 也肯定了《闽月传》这个片子 所以说我心里觉得 非常沉甸甸的 非常高兴 我想感谢白玉兰奖 我觉得上海是我的一个福底 也是我们这个团队的福底 国内还记得 今婚的时候 我们在上海 获得是最佳男演员奖 文烈是最佳女演奖 我获得最佳导演奖 甄嬛的时候 在这儿 我又获得最佳导演奖 我还当过两届上海白玉兰奖的 评委会主席 所以说我真的跟上海 白玉兰奖有非常深的感情 今天又获得这个奖 真是非常感慨 感谢白玉兰奖的评委 感谢你们对这个片子的肯定 也感谢我剧组 感谢我们剧组的每一个创作人员 每一个演织人员 他们的辛苦的努力 使这个片子 获得进行这样的成功 感谢广大观众 广大观众的喜欢 也是这个片子获奖的原因之一 在这里我们也再次把集体的掌声送给米乐传剧组 是你们 这部佳作形成了全国观众的集体收看 再次祝贺你们 好 棒棒 我们今天晚上所有的奖项呢 都已经颁发完毕 再次祝贺